各位路人甲乙丙丁,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來談sin與cos 的副角公式正名 首先sinθ 的函數圖形長這樣 那我們要問如果前面多加一個負號會發生什麼事? sinθ 0 的時候正負號並沒有影響,所以還是在這裡 那接下來sin π 的時候呢 sin2分之π的時候它的值其實就是sin-2分之π 那sin2分之π我們可以參考這個圖 它負2分之π的值在這裡,也就是負1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圖上找到負1的值,並把它連起來 那我們只要知道了這一小段,就可以畫出整個完整的圖形 於是我們在跟sinθ 的函數圖形做比較 會發現其實前面多加一個負號的效果 就是以縱軸為鏡子去畫出一個新的圖形 那這個就是前面多加一個負號的效果 或是正負號顛倒的效果 那上一集有講到,如果是整個sinθ前面多加一個負號 則是一個上下顛倒的動作 也就是說是以橫軸做鏡射 想像橫軸是一面鏡子 那sinθ把它翻轉過來,變成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負sinθ的圖形 那經過比較後,我們會發現這兩個圖是一樣的 所以也就是sin負θ等於負sinθ 這個就是負角公式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cos的情況 cosθ其實畫出來是這樣一個圖 那我們會發現其實cosθ本身就是一個以縱軸做鏡射後 不會改變圖形的一個函數值 所以很快我們就可以得到cosθ前面多加一個負號 它的值並不會改變 那接下來我們再補充幾個sin和cos的轉換公式 首先我們來看紅色曲線這個是cosθ 那我們今天將它向右以2分之π的做法 是在θ裡面減去2分之π 那當這個曲線向右移動2分之π之後 就變與sinθ是重疊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sinθ等於cosθ-2分之π 那我們現在再來考慮一個 現在cosθ不要動 sinθ向右移動2分之π 以後再上下顛倒 是不是也可以得到一樣的圖形呢 所以sinθ現在向右移動2分之π 再上下顛倒 所以就會得到cosθ 那同樣的道理 現在sinθ不要動 cosθ向左移2分之π以後再翻上去 也是會得到sinθ 也是會得到sinθ 所以向左移動2分之π再翻上去 就會得到sinθ 所以這個公式也是成立的 那其實sin和cos它們之間的公式轉換有非常多種 都可以使用類似於這樣的技術去得到等式的推導 那我們這裡做一個小結 首先敷角公式 有時候我們會遇到sinθ 可以把符號拿出來 並敷sinθ 而cosθ就是直接等於cosθ 那另外有時候需要把sin轉成cos 或cos轉成sin 則會有這樣一條公式 這個是比較簡潔的 那偶爾有時候我們也會用到這樣一個公式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掰掰